今晚6點 老師們告訴孩子說 那你要記得兩天做一回喔 可是那我們都知道現實的狀況就是 趕快寫完 或者是最後才寫 成果發表的時候會有個皮膚落差 有的人有很漂亮的經歷出國 什麼的人只能在家裡轉來轉去 寒暑假的時候 他學的其實比他上課還多 因為他自己的時間多 然後所以他就會利用自己的時間 去學一些他自己想學的東西 你按讚了嗎 我會想學習一下 我會想學習一下